哈喽大家好 上个视频我们分享了有关种牛油果树的经验 这个视频专门谈一谈种子发芽以后 长出来的这个牛油果树 到底结不结果 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这棵树 现在非常高大 长得非常粗壮 也很好看 这棵树就是我们用种子13年前发出来的 在这13年中它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和快乐 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耐心 很多年它都不开花 每年都希望奇迹发生 但是这棵树实在是 很多年都没有开花 然后呢我们就对研究 研究这棵树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发现它可能是在刀门 就是说正在睡眠 我们需要把它精醒 所以呢我就用刀呢 就砍了它几下 它会不会感觉到痛啊 所以说我在砍之前呢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呀 我们等每年都 都怕你能够开花 结果你也不开花 结果 我是今年先砍一下你 如果要再不行 我明年就把你连根拔了换一棵 然后我就从它身上 这个树干上砍了这么几刀 你看一看到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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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树 月以后 它就 满树这个地方 它全是花 这个树 可能 终于可以给我们带来果实 Unfortunately 这些花呢 过几个月以后 全部凋谢 全部呢 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果实 结果我们第二年 又想是 我们再盼望 再给它一年看一看 这些花能不能再结果 结果第二年又开了很多花 然后这一年呢 终于结了两个果 所以说 十三年终于吃到了两个果实 虽然这两个果实非常的香甜 非常好 质量非常好 但是呢 就是 也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才等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 如果要是从种子发芽 长这么一棵 长起来 需要very patient 就是需要非常的有耐心 耐心 来等待 不能开花 多长时间 开多少 接多少果 这都是个未知数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 要以美观的角度来看 那这棵树非常美 非常好看 要是从吃果的这个角度呢 我建议就是大家 还是去买这种commercial的 commercial的这个牛油果 往往就是比较productive 就是他们就生产比较快 而且是必须要有 他们可以有花粉 对应受粉的partner 像这个就是A型和B型 它要有两棵树 而且这两棵树要靠的比较近一点 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受粉 这样才容易结果 一般来说呢 就是商业比较commercial的那样 买的这些牛油果 大概头三年它不会结果 一般第三年以后才会结几个 第四年呢会结十几个或者几十个 现在我打开的这个avocado 是我们自己从种长出来的 十几年长了 这是第一颗口味相当的好 所以这个味道真是很香 都有一点感觉到像香的香一样 就是那个油一样 油很浓的这个味道 还有点起司的味道 所以质量是它第一个很香 但是不知道种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都不开花 不知道在 太好吃了 然后这个 但是不知道在 你看看它的这个肉 这个绿的东西特别多 然后就是很香 就是油性很大 第一个 所以特别好吃 你看到这个盒也非常小 是长的 不是像一般的圆的 是长溜溜的 但是这个口味也是非常好 你要吃这么好的口味 要等十几年 要有patient的 要有patient 哈哈哈